第一題要選C,因為 裡面才可以2乘3 我們加加減減這個不可以 再次要估計一下,根號3是1.732,根號2是1.414,你要不要超起來 根號5是2點多 那這裡1加2等於3 這是看起來是最大的 根號6只要2點多嘛,2點多-1,那就1點多 根號5跟根號12,那就根號5平加根號 根號5平加誰會等於 根號12平 那這要放7,7就是根號7的平方 對不對 我把它拿來用 看看可不可以 不要隨便5023啊,不可以啊 在這個是英式嘛對不對,這兩個都是英式 那所以這是貝式,A是對的 在這個可以拆開嘛,這是339 這是5Y5Y啦 所以中間這也是2乘3乘5 應該是30 應該是30 這樣 在最簡跟4,我們要試試看啊,這2的4,3的3,3的3要3的2再乘3嘛 所以2的4,拿一個2的2,3的2,再拿一個3 然後再留一個在裡面 希望各位能夠看得懂 要看得懂這個 我要習慣 80除以2等於40 然後4 這4乘10嘛 那就2根號10 跟平常我們做的是一樣的 那這個地方是2根號2 所以是10根號2 那這是928嘛 所以是3根號2 所以是6根號2 所以就變4根號2 然後這575 75是25乘以3 所以是5根號3 -根號15 好,這樣就可以 再來這個根號3 A平方加B平方那2AB嘛 對不對 2AB 那所以這要最後要6根號2 因為你自己根號18 這裡是根號18 在這 上下各乘一個2加根號2 那底下這裡會4 4-2 要4-2 4-2等於2 那上面這裡根號2 移進去是2根號2 然後根號2乘根號2又變2 這把2提出來就根號2加1 然後這個2又約掉 所以是根號2加1 好 根號12加2根號3 這看起來應該是1沒有錯啊 根號3 -1 根號3-1 我們寫在旁邊 根號3-1就變成這樣 你配一個根號3加1給他嘛 那底下會變這樣 2分之根號3加1 然後根號27 然後根號27 那就3根號3 9 327 然後我習慣一次通分 通這個2 4根號3 再加根號3加1 再減 這要變6 好 這邊6跟號3 所以是 1-3 2分之1-3 然後呢 根號1.9 那就是19 19跟100 19跟100 好 那19在這個位置上 13.784的位置上 那100開始嘛 所以是1.3784 1.3784 這我的建議是把2跟這個49合併 就變98 98題目有啊 有一個98在這裡 那你的3平方就出來就變3 根號98在這裡叫做9.899 看你竅有沒有乘錯 3927進2 29進2 26進2 6.697 在這一次 3比1比1比2嘛 3比3比3 根號2 那x最大x的平方 3跟號2的平方再加2的平方 928再加4的22 所以x2跟號22 跟號22 兩點的距離啊 這裡差多少 最差9格這裡差 加2格 所以9平方再加2平方 負6到3加9格 負4到負2有2格 所以81加4是85 跟號85 好 這樣做 然後這個是 長寬高的對角線 有沒有 長寬高 那他的對角線 就要看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說過這叫什麼 長平加寬平加寬平加高平 這種題目就是密封在飛有沒有 如果有一個密封 要從這飛到A的話 長是8平 寬6平 高的話是4平 高的話是4平 64加36再加16 116 116是4乘 4乘29 所以是2根號29 要寫這個答案 這一次一定要寫 化減後的答案 2根號29 好 好 我幫你做音式分解 自己好了 這個把A拿出來 再叫5A 就剩一個A 再加1 好 5A加1 那這次拿X出來 就變2X-5 好 那這次2 2加1 2加1 我把2X加1拿出來 那剩下 X-3 然後-3X加4 X-3 -3X加4 那就變成2X加1 括號 -2X加1 如果沒問題 這樣子就可以 如果沒有說-1拿出去的話 -2X加1 檢查一下 -2X加1 那這個是比例上是2 3 對不對 那這也是2比3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括號2X3-3x2 這一組 然後-4x-6 這要寫-6 後面這要寫-6 因為你自己把它刮起來 刮起來就要-6 那再把X平方拿出來 叫2X-3 -2括號2X-3 這裡有個2啊 4跟6有個2 那你是不是又發現有2X-3 2X-3 括號S平方-2 這樣寫就可以 這樣寫就可以 在81是99嘛 平方-平方1加乘1-9 X-5加5 跟9X-5 這樣就可以 那這一次是2乘9 然後這一次9乘9 那符合公式就整形了 X加9括號的平方 馬上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這次 一定要考的 這是Y-2 你可以把Y-2當成一個A Y-2當成一個A 所以叫 36A-12A 36A平方 -16A再加1 這36呢 36又是66 所以你符合公式又整形 因為中間又是2乘6 所以要寫成什麼 6個A再-1括號平方 中間是減的 中間是減法 那一個A是要做 一個A叫做XY-2 這不要寫錯 所以是6括號Y-2 然後再-1的平方 那就是6Y-12再-1的平方 所以你要寫6Y-13的平方 這個才是對的 6Y-12再-1 那就6Y-13 最後這個 呃 這後面三個可以做一個 好 因為後面三個剛好符合公式 你看下4S平方-括號 變號Y平方 變號2Y 變號加1 那這個 後面這一組 就變成什麼 你的4S平方不要動 對不對 減去括號Y加1的平方 好 又出現平方加平 平方減平方的 那就1加 好 4的話不能再寫4啊 要寫2 4的話是22嘛 好 所以有2X 加上什麼 Y加1 對不對 這一組 在2X 再要念什麼 減 減Y減1 好 這樣子寫 就是 硬式分解 硬式分解 先做到這邊 至少做到這邊 嘿 加油